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奥巴马政府继续呼吁俄罗斯从格鲁吉亚领土分裂出利亚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撤军。 希拉里克林顿到访位于黑海的港口城市巴桶与格鲁吉亚领袖会面,商讨防卫、民主与投资等问题。 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时说,美国坚定地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反对俄罗斯占领并军事化格鲁吉亚领土。 美国呼吁俄罗斯全面遵守在2008年的停火协议,包括将军队撤退到发生军事冲突之前的位置,并且容许当地居民自由地获得人道救援援助。 目前俄罗斯军队依然在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留守,国际社会大部分拒绝承认这些国家。 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与格鲁吉亚加深了双方的国防合作计划,增强格鲁吉亚的安全与有关阿富汗的军事任务。 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非不约部队当中,格鲁吉亚的部队规模最大。